像我家有1800这样子左右 两个大一个小环境 然后一个出租别人 然后就压力没有那么大 两三房的小公寓 几个家庭分租 窄小的厨房还得让孩子上网课 这是许多像王岚英的福建新移民 典型的生活写照 这些年轻夫妻为了下一代移民美国 又要奉养国内的老父母 忍受着一厢生活的幸福 男人又去外面打工 然后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然后我们主要是先照顾好孩子 我们出来的时候都不会英文 其实真的好累 就是英文好累 不是说什么打工累 就是不会语言 不会高通 就是这个比较累一点 近十多年 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的福建移民 选择纽约布鲁伦 八大道周边为新聚集地 有熟悉的张圈 与相同语言的家乡友人 至少让移民生活多些安全感 我们布鲁克人 也有一个谈人街 就是这里 所谓这里 到处都是吃啊 小吃店啊 你看工作介绍的 服装各个方面的饮食 都聚在一起 特别是在这条八大道 四十街到我们六十街之间 路上看到都是我们福州人的面孔 任敏也是福建新移民 一家五口 十多年前移民美国 他与兰英年龄相仿 经常相约买菜 聊聊孩子与家庭 生活上相互鼓励支持 小英国是在慈禧那时的 真的啊 跟他接触也很好啊 他这时是一个很大能的 等一下我们要去会说 然后我们还要做一点事情 蔬果发放的前一天 两人负责领取者的联系 让食物数量能准确不浪费 因为疫情去年七月开始 慈禧布鲁伦联络点 每月一次出国发放 也因此让社区更多人 认识慈禧加入志工行列 现在这个社区百分七十 都是福州的朋友 他们就是从来领食物 然后就看到我们在这边 他们也愿意来帮忙 来佩玲与先生林凯欣 都是70年代移民不入伦的广东人 近几年大量福州家庭移入 虽然背景文化不同 但两夫妻的好人员 接引了许多福州志工 我们发放给人家 我们就是双手九十度之工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我们感恩他们 给我们的机会来付出 他们也是很热心 也是比较单纯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这样聊 就是因缘好的 那我们就鼓励他们多出来 兰英与任敏 就是从布鲁伦人文般的 爱心妈妈开始 当自己与孩子因为慈禧 而越来越好 两人逐渐把慈禧 当成生活的重心 来慈禧应该也有快六年了吧 然后反正在这里面 最主要是心理上有了一个寄托 生活比以前比起来更开心一点 然后更自在一点 没有以前那么烦躁 那我说我儿子也学到 很多礼貌的问候这些 然后我女儿也是也会懂得 爱尊重能 再怎么多忙 多做多忙 我都会进来 对 对 谢谢 护鲁伦的蔬果发放 对这群华裔的移民来说 疫情后不仅补助了生活的支出 更是移民路上的心灵补给站 大家新闻 刘荣邱品豪 美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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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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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